大家好 我是智行軟件有限公司的客戶經理 我叫Alice Hong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 現在的編程教育 在香港或世界各地都非常盛行 學生已經不單單像以往一樣 學習一些文書處理 或者一些剪片執照的軟件已經足夠 現在其實他們用的不單是電腦 亦都有平板電腦 平板電腦最主要的一個元素就是一些Apps Apps其實他們用就用得多了 其實他們現在趨向的趨勢 就是他們要懂得怎樣去寫Apps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有甚麼好處呢 就是他們可以學懂很多解難的能力 或者應付一些不同的情況 我怎樣去拆解一些難題的時候 我可以一步一步推翻上去 這些就是在編程上他們可以學得到的東西 亦都對於他們將來 銜接上去中學或者大學不同的範疇的學習 都有一定的幫助和好處 希望大家都同我們一樣 在這個學界一樣支持 Hour of Code 令到這個編程教育在世界各地 尤其是在香港可以更加發光發熱 多謝大家 請支持Hour of Code